房協推出第三個長者安居樂主屋計劃項目 位於紅磡利公家的豐宜居 一共有312個單位可以租住 一房和開放式單位各佔大約一半 加入了長者友善元素 例如有很多扶手 屋苑亦設有智能緊急支援系統 床頭、廁所和淋浴間都有緊急制 住戶只要禁除新裝置 在屋苑範圍內都可以獲得協助 29層的豐宜居有5層設施 包括空中花園、住客會所和胡里安老院社等 60歲或以上的長者想租住 就要符合資產限制 即單身人士有368萬到827萬 家庭就有552萬到1,241萬 另外還要付120萬到265萬的租住權費 選擇在30日或120日內一次過比賽 可以享有6%的造料折扣 因為他一筆給了之後 基本上他不用再擔心 我還要一路住下去何時要交租 因為不知道交租交到何時 這個好處就是交了之後 他不用再為每個月交租煩惱了 這個對長者來說 他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除了租住權費之外 住戶每個月需要給綜合服務費 開房式單位是大約2,000元 一房單位就大約3,000元 示範單位星期五起 會被長者安居落輪後人士優先參觀 公眾就業等到今個月25日才有得看 預計最快今年7至8月入伙 收踩時間 毛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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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巾